家带有个儿子叫任天 大伙都知道 那家带呢也有叔被哥哥 他叔被哥哥家有个孩子 叫啥呢叫任 叫这个任涛 这个任涛当时啊 比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大不少 所以说都十七八成年左右了吧 杨哥来说好像是十九岁 十九毛岁 十八九岁 这任涛没啥事总来 为啥 因为你想想都从十七八岁的时候过来过 说十七八岁的小孩啊 最崇拜啥 最他妈崇拜江湖 所说为的真正的就是 给外面狼了的啊 就这小子 你说说他有个亲叔叔叫家带 那北京的东城区大哥 那他能不宜 人以为傲吗 人以为豪吗 对不对 咱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都是 说谁他妈熟 谁就敢社会上混的牛逼 那小孩小时候都他妈研究这事 你别说他十七八了 这个任涛啊 就这样的人 而且他身边啊 认识他的跟他关系好的 也都知道他有个好叔叔 就家带比较牛逼的任家宗嘛 这不任涛就来了吗 没啥事就上这宗里表上来 有时候还领几个小哥们来 今天是自己过来 网络他们一进 这马三也瞅 啊 来了 涛啊 三叔 来了 跟那个马三走的也挺近 管马三就三叔 三叔 来了 啊 来了 我接个电话啊 你看 两千年 那个小孩一般十七八岁 谁家有电话 按手机啊 啊 赢这个任涛就有个手机 呃 讲话了 那你说是家带给买的也好 还是这个家里面条件也罢 哎 肯定是有钱 哎 钱不差 这小子也不上学了啊 这不任涛就接个电话 哎 啊 谁啊 大飞啊 啊 咋的 晚上哪吃假 啊 东来算 还就不算火锅 整他妈一身份 啊 不不不不 不吃那晚上了 换个地方 对 找找一个这个这个香菜 对 或者粤菜都行 啊 吃完饭啊 吃完饭啊 酒吧 没问题 啊 晚上都带两个 哎 你把上次那个 哎 你把上次那个 你那个表妹带着 你那表妹 咋挺好 啊 行行行 没问题啊 哪个酒吧 啊 卡斯酒吧 啊 行 咱先吃饭 吃完饭 再说 好嘞 电话把灯就撩了 电话一撩 啊 马三瞅瞅 又他妈泡马了 是吧 三叔 我还没长成呢 我泡啥马 我一个朋友 过生日 晚上我出去玩去了 我走了啊 三叔 哎 别他们惹事啊 马三还嘱咐他一遍 啊 这小子任涛出门了 那老铁啊 你看家带的侄子 啊 包括家带 就是这马三改北京 这个影响力挺大啊 你看谁敢揍家带的侄子 包括家带 今天也要出事 啊 我而且我跟你说 很少咱们讲家带 啪啪啪 有有人命啥的啊 今天晚上 我给你们讲一段 这实话 实说过的是 我这时间来到几点 来到下午 一帮小孩 都是七八岁 十六七的 十八九的 最大不再超过二十的啊 那个 都是这个啥的 都是给外面荒腰的 你别说人家有没有钱 做买卖的也好 干啥也罢 反正都不上学了 哎 十来个 十五六个吧 其中有三四个女的 剩下十二三个小男孩 哎 由谁呢 由这个任涛带队 啊 在外面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就几点 来到晚上七八点钟了 说走吧 上公体那嘎 有个酒吧 叫什么酒吧呢 叫卡斯酒吧 啊 新开的 这个卡斯酒吧 就属于那种 呃 不是特别火爆那种 叫类似于慢腰巴吧 就是自己敢那嘎子 喝点酒 有个台子 然后蹦迪的时候 也不上上面 就是敢坐跟前 附近就晃那种啊 地方不算太大 但是年轻人挺喜欢 哎 玩到晚上七八点钟 大伙就来说 是走上卡斯酒吧吧 啊 玩一玩 那屋里消费 小小孩也能消费起 啊 不像说的家带 杜城他们去那种 去的消费场所比较高啊 但也在地方消费不高 比如说啤酒 就三五十三五十块钱 那个扎皮啊 然后你呆在干果 你几十个人 估计有三千五千 绝对够用了 这不就去了呢 啊 而且这帮小孩吧 呃 说实话 有两个开车的 任涛啊 当时啊 还没开上车 啊 他还没有车 没给他开车 小孩才小 有两个可能家里面 条件好的 做生意的 把自己父亲扎车 就开出来了啊 开两台车 剩下是打车去的 玩到几点的 玩到九点多 啊 这个可能就达到了 一个高潮了 说实话 那里面有有一个 啊 有一个任涛的小女朋友 啊 就我说的是别人的表妹 给接受来的 哎 叫小菲菲啊 那个大菲的妹妹 叫小菲 小菲 还有任涛 他们就给这个 桌子旁边就开始蹦 啊 卡卡就蹦 就九点多 由于这几个小孩 你看长得不大 小姑娘也都十七八的啊 长得都挺漂亮 说实话 你看 你要我这个岁数四十多岁 你要小孩十七八 再好看 我也 我连丑都不太丑的 就我现在的年龄 为啥 因为他们展孩子 这个岁数 对不对 下一代 哎 你别说队长 他们三观正不正 啊 我现在丑的话 女的你你得过二十六岁以上吧 我瞅瞅你 二十一二我都不瞅 没有兴趣啊 说实话 没兴趣 心里有障碍了 明白没 哎 所以说你得 怎么得接近于三十的女的 我能瞅瞅你 哎 四十来岁也行啊 那最好是三十多的 废话不多数啊 这当时咱说的 屋里面啊 年轻人居多 都是三十岁以下 二十七八 二十五六的比较多 哎 这旁边啊 也有这么一桌 这一桌呢 可能是没有女的 哎 因为 任涛领的这几个女孩 都挺漂亮 哎 十七八的 小孩啊 哎 穿着也比较暴露 啊 然后那个 那个年代老铁就上外面玩的 他们就属于小太妹呗 哎 长都挺好 该得尬的 这旁边啊 也不 也不谁不注意 旁边有这么一桌男的吧 有五六个男的 也是跳舞 在旁边 蹦迪 哎 有一个大哥吧 喝多了 这小多大岁呢 那有个二十五六岁 比这个任涛他们大 这就属于正经八百成年了 任涛他们算小孩的话 也就属于成年的了 哎 二十五六岁 一帮小子 有个小孩啊 粗的 啊 二十五六岁这小子 这这这小子 有个小子 姓什么 姓宅就宅宾了 这宅宾啊 也喝多了 改旁边跳舞的时候 就看见任涛旁边这个 哎 这小飞了 小飞长得挺好 哎 哎 讲话呢 行不错 毕竟小孩们身体 皮肤也紧致 肉也肉也那个挺实 啊 那个 喝多了 就给他前头晃晃晃晃晃啊 他慢摇嘛啊 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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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就随着节奏就来回晃了 夏天穿的还挺少啊 这女孩呢 穿的是一个 哎 白色的 这个裤子 里面的 啊 小丁丁 还多多少少 有点透明了 就可能就给他 整的就挺有性质 啊 有意无意的把他上那个后面 划了两下 刚开始吧 因为该里面人多跳舞 谁也没注意 说碰一下子 很正常 但是他有意的慢慢 哎 他觉得这小孩 他妈的 也没说啥 这小女孩 肯定是 啊 说白了也不是什么好逼玩 啊 哎 就胆越来越大 说白了就是性骚扰 就歌手摸了一把 啊 胆了 摸了一把 他这一摸 他对面谁呀 他对面这个任涛 他们根本就没注意 他这一摸 小女孩就有感觉了 一回头 哎 一看那个秃子 灾兵啊 一笑 哎 操你妈 这女孩吧 因为来的人也挺多 都挺社会的 任涛都知道 那大伙给他喝酒 说就说 说你看啊 涛哥 这是这是这个小飞 第二次跟任涛出来 哎 第一次出来 就是演练表哥领的 他任涛相懂的 这不第二次约出来 说往那一坐 喝酒的时候 人就介绍了 知道不 涛哥谁知道不 最好的哥们啊 人涛哥的亲叔 说人的是北京东城 大哥家代 任家东代哥 知道不 大伙一听 哎呀妈 那是 你看这帮小孩 不社会啊 什么北京的肚子呀 什么什么八戒 人都知道 啊大象的啊 说啊那家代是他熟啊 有几个新来的小孩啊 对啊 哎呀 哎那家代挺有名 哎那家代跟肚子皮打下 跟肚子那都一个级别的 都是北京殿堂级的 那都属于殿堂级的大哥 啊 所以这小女孩啊 当天晚上就特别特别 女孩也社会 明白没 哎呦一瞅 哎呦我擦 这家代的职子 我跟他考对象 我以后跟外面 肯定没人敢欺负我了啊 就那种心理 所以小女孩啊 就就就算是临时 是认涛的小女朋友了 这小女孩 巴一回头 一拍屁股 一瞅 这男的感觉 啊笑惜瞅自己 而且他们来的人 也堵实的乐 那面五六个 啊 女孩一点没罐子 回头啪 就一个嘴巴 臭流氓 哎 就给那小的骂 那他啪的一被打 这种点啊 哎 他一打这个宅兵 宅兵一无脸 也没想到小女孩敢打他啊 他一无脸 这时候 旁边的人好几个 还没看着 他咋过事呢 就发生一瞬间 啊 任涛就问这个小飞 说咋在那飞啊 啊 涛哥 他没有屁股 咋的 操你嘛 哎 任涛也脾气也大 因为啥 因为自己输牛逼啊 桌上有个皮酒瓶子 这个宅兵还没等 他妈的反应过来 还准备 他准备要回手 要打在你的嘴巴 操你妈 敢打我 你个少年 手还没等仰起 啊 这个任涛抄着桌上酒瓶子 照着宅兵的脑袋 他也是秃的 好打好瞄啊 正亮的就他那个阿亮 别的东西都黑 啪 就一瓶子 操 一瓶子 哎呦我操 哎呦我操 你想想 一个二十多岁的 也是个属于社会混子吧 被一个小鼻孩给打了 这一瞬间啊 人家身边的这几哥们 也不干了 看见了 哎呦操你们咋的 咔咔 操酒瓶子 操凳子 但这时候 人家跟前的保安就看见了 啊 这是哎哎打仗 别别别打仗 卡斯酒吧吧 也是经常打仗的地方 就这地方的安保啊 是明的 暗的也好 都不少 哎 服务生也好 保安也怕 该说不说 他这屋里面没有太大的手 啊 就是一般三十岁以下 我说的 十八九二十来岁 这比较多 但这地方这帮小孩 打仗才敢 才敢下手 哎 也他妈一年也死几个 这保安赶紧上起来 哎 别打仗 别打仗 哎 就就就给拉开了 并没打起来啊 只不过 灾兵挨了一瓶子 啊 这灾兵他妈也操瓶子 但过不去了 哎 保安姐会 别别别 干啥啊 咋的了 啊 任涛姐会 你妈得摸我女朋友屁股 操你妈 留住本 哎 这边保安姐会 别别别打仗啊 别打仗 哎 这是咋回事 大哥 再别人捂着脑瓜子 那瞅瞅 当时任涛他们 也没硬上 为啥没硬上 因为瞅自己身边 这四五个人吧 干不过 别看人家小 都十八九 小小小男孩十八九 你看我十五六岁 我都一米七八了 这帮小子 长得都挺成 就是个头都成了 虽然说的体格没整 个头都成了 那你算俩打仪 你打不贵 当时这个 宰兵一捂脑袋 瞅瞅 行 你牛逼你别走啊 妈敢打我啊 然后一吵唱 打你打的 打你啊 吹牛逼 唱你 这个耍流氓 滚奴子啊 赶紧滚 哎 宰兵人没敢直升 没敢多说 走 哎 保安就给拉下来 说你们敢屋里打仗不行啊 消费性啊 一定贺他们 哎 都不是什么大手嘛 这不宰兵人就领着当时这个 哎 四五个小弟就往出走 他们一出去 几个保安啊 瞅着一个小孩啊 可能多多少少吧 啊 也明白咋个事的 哎 这保安就说了 小孩啊 你们那个愿意玩玩一会儿 不玩就走吧 一会儿人在早日在揍你们 啊 这有几个小孩吧 胆小 因为毕竟岁数小 可能十六七的都有 哎 打完仗了 冷静了 啊 瞅瞅任天 说那个 天哥 咱走吧 啊 咱 咱 叔叔 那那那是 那是任涛的亲叔叔 啊 吹牛逼 在四九城 谁敢跟戴哥装逼啊 啊 不用怕 没就是 谁来弄咋的 啊 几个小的丑丑也是哈 啊 这时候这个任涛就说了 没事 因为本身大伙捧他嘛 小孩这个小大哥情节 哎 没事 玩一遍 弄咋的 谁来弄咋的 操 来提我叔 他就吓死他 屎给他吓出来 确实啊 你敢 你敢社会上玩的 你一提家戴改北京 那也不可能不认识 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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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喝酒 也没走 啊 有几个打小的吧 就有点喝的 但是打那的一说 怕啥的 谁来弄咋的 啊 还敢打 一提家戴代叔 敢动手啊 其实喝的也是 啊 那小女孩也没怕 玩呗 这刚九点多钟 他们玩出来 都不到半夜都不走 哎 大叔敢着喝酒 没走 不知道 他们打这小子 我跟你说啊 人家这小 多少少少也有背景 那改这地方玩的 你说哪有好的 那正经八百 大学生毕业的 塑本联徒 谁上这地方来蹦迪的 是不是实话 这个叫宅丁呢 吧 你看他岁数大 啊 但是那他也不什么大手 啊 但您家里面有混的 就像咱们讲话 你看我不行 我家里叔叔 他妈在当棍 哎 人家出去啊 拿电话 就打电话 哎 几个哥们刚才也出了 也说 说兵哥 答正啊 没事 我打电话 找老叔 他老叔 嗯 他叔叔那边也挺练 啊 他找他老叔来 也是个叔叔 听听听 今晚我跟你说 两个叔叔之间的对撞了 那就是啊 电话巴巴一打 在公体酒吧 这一条街 这个啊 不远处 你想想 这地方酒吧 就是咱们说的 家带代哥杜城 他们毕竟是大哥 那普通的混子还是多的 那你说你乡东 小胎妹的啥的 你师父的啊 找个卧子啥的 两千年左右 我队长 我是前后脚 二十来岁吧 我那时候啊 那时候认识朋友 那时候哪有 相待的时尚宾馆呢 哎 个别的有旅店 旅店吧 条件还不咋好 大型的大酒店 真有 你能去起啊 你敢去啊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那个年代 不是借个卧子 就是 东北话说 叫借卧子 就是朋友啊 哎 你妈 你爸走了吧 哎 你家没人吧 哎 钥匙就往上你家住一宿 都这个 走时候讲话 给人家床底压点钱啥 但是北京那块的经济吧 就是比较发达的 他这个酒吧一条街 离的不远处 有不少那些 属于就像时尚宾馆 那些 就是旅馆啊 叫旅店 旅馆也罢 这当事人说了 就在他跟前不远处 也就是都不到两公里处 就有好几个大一点的 稍微好一点的旅店 就是你认识人 你往那家住 可能一宿啊 估计有个三趟二百的 也够了 哎 但是架不住房间多呀 人家那大的 好几十个房间啊 三四十个四五十个房间 一个房间卖三百 一天晚上也挣他妈两万 天天晚上都爆满 那地方 有一个旅馆 这旅馆里面老铁啊 也有这么一个秃子 可能摊加家族的基因 都不咋长头发 明白没 哎 这个大秃子 弟友将近四十了快 三十七八岁 弟友了啊 一个大秃子 啊 在他八台跟几个哥们挣喝酒呢 电话响了 啊 哎 谁啊 老叔 我啊 我这边 啊 这边啊 咋的了 老叔 我让人给我揍了 你干哪的老叔 我干掉的那位 爷爷给揍了 谁打你啊 干哪打的 就干工体酒吧 那卡斯你知道不 卡斯我知道啊 卡斯啊 谁敢打你啊 啊 给你打啥呀 给我一瓶子 说 你这这这 我啥也没干 我就认识跟女的 我先我跳舞 请他 他这这这这 身边一帮小子就给我揍了 都小逼孩 十八九岁的 啊 你等着 吃亏了 吃亏了 给我一瓶子 脑袋都打出血了 等着吧 十分钟就到了 好嘞 电话八灯一溜 老铁啊 这人有些来历 啊 他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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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嘛 啊 就这小子我跟你说啊 就这小孩好几个叔叔 啊 好几个叔叔 这个叔叔只是七宗啊 我跟你说 他他爸是啥呢 他爸是排行 他家的属于老大 是参加老大 他家哥们四个啊 就他爸那辈啊 这也是排行老三 油管的叫宰三的 啊 但是呢 他原名叫 哎 宰立军 跟咱们余术 徐大伟 他一个兄弟聪明啊 他最早是干啥的呢 就是干旅馆 然后呢 帮别人收账 啊 去酒吧这地方 也有也有签证呢 耍钱的干啥的 哎 虽然说的 混的不那么太牛逼吧 但是在公体 这一带挺好使 最主要啊 打仗打的比较猛 哎 就属于典型那种 像徐大伟似的啊 打仗才不怕那活的 哎 都干玩命 哎 都管叫啥的 哎 都管的叫宰老年 小时候他可能黏巴嘎鸡的 但长大以后可不黏啊 长大以后打仗挺狠的 跟他一起玩的这些流氓的 也都是三十八九四十来岁 啊 都没啥大钱 哎 但今天给他这个啊 他帮他罩这场了 完了要账啥的 出门就 哎 他有帮兄弟 楼上那个 会啊 他们都叫下来 啊 啊 这个下楼 走跟我出去一趟 办点事 咋去了 啊 三哥 咋去了 那谁 啊 我大侄子 好像给那酒吧 门口让谁给揍了 走过去看去 哎 门口一辆大面包的 就没啥事 拉个货 进个货的 这么个面包 啊 直接给里面喊他媳妇 媳妇啊 来你盯着点 出去办点事去 人家是旅馆 媳妇出来了 一大帮 十五六个 就上了那面包车 出门是不废话啊 什么搞霸呀 什么那个 大砍刀 什么烂刀 这车上就有 还有两把五连发的啊 而且腰间还挂着 当时这个小QQ 挺牛逼的 就这样 你让他碰肚打 他都敢干你 就属于这种人 这不就开车 往那边去了 那往这边去的时候 老铁啊 这个谁呢 家在他侄子 认涛吧 干嘛 不知道 也没害怕啊 反感就不理玩 外面人就来人了 再三一下车 瞅他 瞅他侄子 他们五六个人 啊 他大哥室又整大了 这是他侄子都二十多岁 你算吗 啊 他比他侄子大个十多岁 侄子就过来了 啊 三叔 啊 来了 那咋 那咋整呢 那这样子给打了 打了 那给人给里面 那没跑啊 一帮小鼻仔子 都是十七八岁的 啊 十来个的 走 别看 人家宰老娘就领着 这帮人就往屋里进 因为他在这条街 是有名的 你就像咱们讲的 郭立军啊 郭立军啊 那郭立军打仗 有时候都找他 都帮忙 啊 郭立军现在在小城 蛇了啊 就酒吧的一条街 人家那旅店离得也不远 就是这条街的混 这不宰老娘 讲话 走进去 往屋里一进 这十来个人 人家酒吧保安都认着他 一瞅一样 啊 娘哥 啊 这是干啥呀 从来不来玩的呀 来就没好事 没事 找几个小鼻孩 不是 那个 大哥 那个 别在我们这里闹事 我们老板 知道的话 在屋里面 没事 没事 不在你这酒吧打仗 我找几个小子 把我子儿给打了 我出来教育行吗 那行那行 也不敢拦呢 正常你上这酒吧 都得搜身 看你带不带管制道具 到他们身边 连搜都没敢 都没敢搜 这不宰三就往屋里进了 很快啊 屋里边 闹哄哄的 咔咔咔咔咔的 小咔啥啥一闪 这也看不清谁 门口进了十个二十个人 根本就没注意 这时候任涛 他们改这屋里面 还玩的 这宫里就没蹦地了 一般人扯着喝酒的 正喝的 人就到跟前了 说就那多 就这小子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 等任涛他们哥 几个发现的时候 一抬头 就已经看着人到跟前了 有人说 那就可败 他们十来个呢 老铁 你是十七八的小孩 你不怕你爸 那个岁数的混子 那相当于他爸的岁数的 那都跟家带搬搬搬的 那岁数 成名的混子 而且成年的混子 他们真不敢惹 小孩当时就吓嘴了 你想十七八小孩 谁跟四子 这老爷们造谜 人家几个人嘎就给围上了 任涛也蒙了 他抬头吵吵 你们干啥呀 紧接着啊 人家宰一指说 老叔就他打的我 一直任涛 上去一个小子 人家这个宰三 一个兄弟过去 照着任涛的脸 啪就一个大嘴巴 他们家 薅的脖领子 就给滴了像小鸡子似的 眼前长得也壮实啊 成年人 啊 你们几个都起来 一个摁一个 就掐着脖子 都没有反抗能力 明白没 哎 就给滴了出来了 本身他们小孩 也没有刀枪棍棒的啊 哎 这不就掐着脖子 就给摁出来了吗 往处往处 都吓 都下萌了 说说说说 说说话好说 说错了 女孩他们是没闹 哎 但你说一起去玩的 那女孩能不跟他出来吗 啊 四五个女孩 三四个也干脆都出来 说咋 这是干啥呀 这是 很快啊 就从那屋里面 就给耗出来了 耗到卡斯酒吧呀 给旁边 有一个胡同 啊 他那个酒吧呀 老铁啊 旁边有个胡同 这胡同平常就是 出来等个人来 尿破尿了 往那里面有的 他妈讲话 跑个都拉西都都在里面 包括泡个马 都没地方去的 给那胡同里面 那小男孩小女孩 打个呗的 就那么个地方 挺背的啊 这不就出来了吗 出来就给 按那胡同里进来 为啥 因为 宰老娘讲话 说整在胡同里去 因为这个道上 酒吧公体 我说我挺乱 总打仗 总有巡警 十分钟一趟 十分钟一趟 总有那些巡逻的阿瑟 你敢外面打仗 毕竟你去讲话 咱们说的不好听 他们达不到那个段位 说的打仗 放火都不背 说背点人吧 人家 宰老娘都没见胡同 胡同也挺脏的啊 抽着烟 整胡同里面 教育一下啊 这帮小老弟啊 都是三十七八的 大哥哥 耗了这几个小逼 孩子给塞胡同里 到胡同里面 往那一塞 一个一个怼着 抓拨领子啊 照着任涛的脸 啪 就一个嘴巴 啪 又一个嘴巴 当当就打两个嘴巴 这俩嘴巴打完了 旁边那帮小孩也说 说别打了 说你那个谁 那个 哎 那个涛哥 你提你书啊 哎 就这么一句话 任涛也反应过劲 啊 任涛讲话 说 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啊 说 我 我 你 啊 这是你书 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书是家带 东城的大哥 家带是我书 什么呢 掐着任涛 薄领子 这小子吧 一听 家带呢 那谁不知道啊 该北京城的 该说不书 那混社会的人 那就属于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啊 一听家带 啊 你等一下啊 这小子 这你没敢乱来 哎 出来了 出来了 这不就 改改门口 这个抽烟的 谁呀 抽烟的 这个宰啊 就宰三啊 讲话宰老娘 改这胡同门口抽烟的 啊 这么快啊 啊 不是 三哥 那个 好像贪事 贪啥事呢 咋的呢 说咱们打的那领头那些孩儿吧 啊 有点来头啊 啥来头啊 啊 我这么跟你说啊 宰老娘是啥人 他帮别人催债 有那个阿四欠钱 知道不 阿四也有欠钱的 这个外面什么胡志凯克 赌博的啊 钱高利贷的 这笔都敢去追 上家里追贷去 狠不狠 也是个虎逼啊 这怎么呢 啊 什么来头 他报报号了 说说说他叔是家带 东城的大哥任家宗家带 家带是他叔啊 他这么说的 我进去看看去 啊 在老娘就进去 他往胡同里一进 就来到贼啊 就来到小天 就来到这个任涛的跟前的啊 从任涛 家带是你啥人 家带是我叔 任家宗 那是我叔 怎么能证明家带是你说 我给我叔打电话 你别打我了 我跟你说 家带是我叔 就要掏电话 他还没等掏呢 他宰了一句 上去啪 一个大嘴巴 你打我 家带咋的 家带咋的 家带牛逼啊 家带是咋的 杀人不犯法呀 啊 跟我提家带 又一个 你看 刚才如果打了啊 他不知道是家带的侄子 可能 咱说实话 是正常的 明知道是家带的侄子 他还敢打 这性质就变了 老体啊 巴巴 俩大嘴巴子 那给小涛打了 小涛那当时就蒙了 啊 那能扛揍吗 说别打了 说不提我叔了 我提你叔 啊 你说啥 你说牛逼啊 来 我跪 今儿不跪下 把腿给你打折的 听见没 跪 这小孩拿足大胆啊 啊 这这这 这宰兵 也怕买丑 跪下 啪 又一个嘴巴 啊 他这一无脸 那小涛讲话 他跟前还有他朋友呢 同学啥的 可能最早的发小 他没有杆 小孩 咱不能给他讲太牛逼了 他确实也没杆 害怕了 当时哭通就给跪下来 如果被打了 我跪下也不行吗 哭通就给跪下 他这一跪 宰兰 宰老娘瞅瞅 行了 叫叫 两下得了 转身就出 出胡同了 他一出胡同 那他侄子 宰兵 上去 啪啪 给那几个小孩 按个打好几个嘴巴子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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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折我 瞎再折我跟你说啊 好懒弦子 走 哎 急着往出走 啊 眼睛这帮大哥也跟着这出来了 他们刚走出胡同 这个任涛的跟边的几个小哥们 都打哭了 哭咧的 涛哥 咱说也不行啊 咱说 那没提咱说 带哥 带哥 没提 带叔 都没打咱们 一提带叔 打得更狠了 那咱说也不行啊 哦 任涛讲话了 可不是啥的吗 提我叔打得更狠了 没提我叔 任涛讲话 不应该呀 对了 他谁啊 他打咱们 哎 打的谁打的 他都不知道啊 建议这任天啊 不是任涛 总是任天 任涛一听 对 该说不说 强将手下吴卓兵 他熟他们也不是 怂货 他也不太怂 从地上就起来了 啊 这起来之后啊 就往这胡同外面走 等这个当时的宅 宅这个宅的宅 宅老娘 还有他指着他们一帮 啊 转身走 还没等上这个面包车呢 啊 任涛就出来了 等等 啊 等等 哎 接着回头 咋的 你 你们叫啥名 谁打的我 你们你们叫啥 啊 啊 留个名 报个名 哎呀 妈 这宅老娘一回头 讲话呢啊 本来都走了上车了 过来了啊 怎么那车长 那不服气啊 要啥名 留个名 又一个嘴巴 我告诉你啊 我叫啥啊 我姓宅 我叫宅老娘 啊 你告诉你 宅老娘 走 人家上车 开车就走了 扬长而去 留下这个跟前 小女孩 离老远了 跟酒吧门口没敢过来 怕还走啊 等头走了 就过来了 哎呀 啊 涛哥 咋的了 涛哥 这打你了 脸疼不疼啊 啊 旁边几个小 糊涂也出来了 有个小 脚一不小心 踩一小尺 臭轰 啊 涛哥 这书也不行啊 打这样 不提书都不打 你这书也白扯 有个小小孩 你别瞎摆我 不知道咋回事 啊 涛哥 咋整个 真吵瞅瞅 走 你们几个都回去吧 从那几个怂包 他也没找过他们啊 把那几个女孩撵走了 留下四五个 他的死打 走 打车 找人去 这几个小子 谁也没被打打地 都是被一帮大嘴巴 给撤的啊 属于侮辱性极强 让他们全跪下了 都打跪下了 啊 这不就拦了个出租车 说奔哪去了 啊 奔综艺表行去 那我就要说出来 刚才有人说 那个仔老娘 你讲的混的没那么牛逼啊 他怎么敢打 夹带的指子呢 没提夹带的时候 还没打 提夹带之后 那怎么还 还把夹带 啊 指子给打了 那咱就要说一说了 咱老娘吧 啊 他跟谁好呢 白老娘跟这个当时人说了 九仙桥有叫走庆呢 这个九仙桥走庆啊 当年该说不说 在北京城 我跟你说 也觉得是个家喻户晓的人 或者或者这一块啊 这个走庆呢 当年 有一个兄弟 啊 夹带咱们之前讲过 夹带跟谁呢 跟这个 跟北京其他的社会人啊 啊 咱就别提那些人了 就是开过赌 开过赌场 为啥夹带不在北京 做别的买卖 只做这个表行 就最早是因为这些事 是得罪过人的 这个 夹带有个赌场 最早 然后呢 很多你看赌场的 社会人流氓的 肯定都愿上台去玩去 啊 就很多人 给那丫头输过钱 那你看 有的好手 可能输完钱的 哎 他他他他 他他他认了 他还了也好 但有些人可能就 可能就不给 哎 这里面就有些说的 就涉及 争端 争端下来 走庆有一个兄弟 曾经给夹带的赌场 就输过大钱 哎 然后因为这个事 夹带跟走庆 整得挺不乐 说白了 九仙桥走庆 跟夹带是不对付的 呃 我这么再说一个事啊 这个那两千年左右 这个那还没发生 啊 呃 有知道的都可能都知道 说夹带啊 有一年在北京 那个保利 啊 酒店夹带 常年来保利 那个有个房子 夹带有一次被暗杀了 啊 但是没杀了他 咱们之前讲过一次 这个 惹了当时 河北的一个大哥 干过夹带 夹带当时在这个酒店 一共被干过两次 那第二次啊 到现在也是个悬案 啥意思呢 就是谁也不到这个夹带 第二次刺杀的 那是谁干的 曾经有人怀疑 说能不能是九仙桥 那个走庆干的呀 因为夹带跟走庆有仇啊 但是找了几次走庆 啊 各种情况吧 就是核实也好 啥也罢 啊 已经走庆并没承认 说白了 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是走庆干的 但是北京城的那外的人 都传说是 肯定是走庆干的 不是走庆干的 别人不能干 啊 听明白了吧 所以说走庆跟夹带 咱不能说是 他妈的死敌吧 就像长存梁启东 跟郁永庆似的 你看表面 哎 过生日 咱互相捧个场 随个礼 但是脸是有哥们的 哎 社会嘛 他也涉及竞争 所以当这个基本 啊 咱三一听说啊 那夹带的职子 要不是夹带的职子 我都不动手了 一听夹带的职子 就给打了 那咱再说谁呀 再说这个任涛 任涛在被打完之后 领着几个小哥们打车 就奔了 当时综艺表行 啊 来到综艺表行 晚上几点了 这都 这时候都十点多了 啊 啪啪啪啪 就敲门 那他属肯定是没在这儿啊 那家带在哪 在山镇的 楼上都有谁呀 啊 不是别人啊 有马三一个 有秦一龙一个啊 还有当时马三的一些哥们 马三当天喝点酒吧 马三当天晚上都躺了 秦一龙没躺 还有几个哥们给他喝的 这综艺表行的十个八个银 郑小九正喝着你 外面就听 开门 开门 三叔 三叔 这秦一龙一瞅 谁呀 去 看看去 一个小下楼 谁呀 找我三叔 找马三叔三叔 我任号 呦我操 戴哥的侄子 直接把卷杂门咔嚓一周 一瞅啊 五六个小孩 啊 哭咧的进屋 早上 哎 三哥 三哥 哎 就喊着马三 马三给床上啊 都给楼上 马三床上躺起 啊 谁呀 跟我几点来 谁那个戴哥的侄子啊 说 小涛来了 任涛 因为任涛他们表面 没被打啥样 只是背着车几个嘴巴子而已 那不可能说 那一眼就看着 但是他们连三都不打好 就进屋 一棒啊 五六个 马三人起来了 啊 瞅瞅 咋的了 啊 这么晚来了 啊 小涛 小涛啊 咋的了 三叔 我让人给我打了 让人给你打了 马三王解决 啊 谁打你了 因为啥呀 一天天的 那不许 没打地 再说你啊 啊 竟他妈惹事 三叔 没打地 车我嘴巴子 让我下跪 什么呢 社会人 我跟你说 马三是最有傲骨的 一听 打几个嘴巴子 还不要紧呢 一听下跪 你跪下了 三叔 我跪下了 他人多 他们都是你们这岁的 都快40了 那那那 四安都这大老爷们 谁呀 姓啥 能找着不 该哪 再说 就在那个 公体酒吧 那个阿德 卡斯酒吧 我们几个玩的 我有个小女朋友 让他们给调戏了 我这动手了 结果他们找人了 来就给我们 弄糊涂的去了 你没提你叔 我提了 别提了 三叔 我提我叔是夹带 人才打的我 我没提我叔是夹带 之前也没打我 怎么的 还提你叔了 给你打了 啊 谁你说 我问了 他说 他他他他 他叫什么 啊 他 宰三是什么 宰三 马三一听 你北京吧 老铁啊 除了顶级大哥 杜瓒 杜云 包括夹带呀 啊 这些大哥 包括八戒什么玩意儿啊 那剩下第二梯队的 可以这么说 严格来说 就是名气 稍微逊色一点点 或者说名气也有 他没有那么有钱 也有一半 你包括那个西日本的大将 哎 那不都属于这个 没达到顶端 但是有些名气 马三都属于第二梯队了 马三一听 啊 公体那块的宰三 那不宰老娘吗 宰立军吗 他他那也算是老社会的 怎么能打你呢 跟我搬搬搬 说的就是呢 我跟他指头打仗 他动手 马三一瞅 马三跟他认识啊 马三点话 我打电话问问他 知道代哥的指头还能打 不应该 三哥拿电话 就打给这个宰三 两个三 宰老娘吧 有点区别啊 这老娘呢 也刚回到这个 自己的旅店啊 电话就响了 哎 啊 我宰老娘呢 谁啊 老娘啊 我 马三 马中月 马三 严格来说 宰老娘可没 马三混的牛逼 啊 严格来说啊 也差点段位 怎么呢 谁 啊 马三啊 咋的有事啊 明知故问点啊 不过问你 那代哥的侄子 你也打啊 你那么大岁数 你不想客战 代 代哥的侄子 谁啊 你接完你打谁了 人提代哥的是他 赎你 你给动手了 代哥的侄子 任涛小涛 就在酒吧那家店 你给打了 是不是你打的 不是 啊 真是代哥的侄子 哎呀 啊 三啊 我不知道 我现在吹牛逼 那小孩 我先加班名气大 他给他吹牛逼 你别扯没有用的啊 小涛都小了 你小涛说了 要打电话 你没让打 啊 你给打了 不是你也是成名的老混的了 四来岁你白活呀 连他小孩都打呀 啊 你在哪里 来来来 你告诉我 不是 三儿 你好好说话 你这代哥值得也好 啥也罢 我不知道嘛 那打错就对不起我 我拿点钱 我腰费还不行 别闹 没有用的 人那么多说 表明身份 你还打 你是冲他打的吗 你打我呢 你打代哥呢 你告诉我 你该咋的 我过去找你去 啊 不是马三 给你脸了是咋的 啊 还我宰哪的 宰哪的 你能咋的 宰哪的 你来 你来吧 面子给你多了 发现马三 你这宰脸了吧 你跟别人哪 愣头愣脑的 你啊 我告诉你 我就在店里呢 你都来过 你知道 你过来吧 马三跟他原来 都有过交道的影 三哥讲话呢 啊 你在你家旅店呢 你等着 半小时候过去 电话拔的意料 三哥也不废话啊 挺生气 因为你打孩子 不是确实挺可信 其实咱们讲过 曾经长寸的故事 也讲了 那游泳轻的侄子被打 啊 那那那去找那贼去 啊 那不也正常吗 那所以说 这些事很多 废话不多说 三哥把电话打完之后 啊 这时候三哥啊 一合起来 说看出来 这笔指定时啊 明智的家带的侄子 他也打 为啥 跟自己也逮的 三哥瞅瞅大龙 啊 秦玉龙 啊 说玉龙啊 叫兄弟 起来 有睡觉的 都都都叫起来 拿家伙子 走 马三呢 还没带这个谁呢 没带这个孩子 啊 也就是说 这个任陶 已经考虑到了 说家带的侄子 小涛 我去 我万一要打仗的话 像孩子看你不好 大大傻傻的 三哥特意 告诉这小孩 说你别去了 你回家吧 啊 有事我给你 给你解决了 你回去吧 啊 任陶讲话 说三叔 我想跟 别跟着了 你回去吧 啊 不就那个 那个 宰老娘吗 我去给你出口气 你管 你不用管了 走吧 孩子他就没带 这不吗 他们这就出发了 但他再说 宰老娘这面 啊 再来就把电话一撂 他倒不怕马三 瞅瞅兄弟 但马三后面 还有夹带呀 别喝了 别喝了 啊 去把兄弟都叫起来 他那旅店后面也有睡睡觉的兄弟啥的啊 因为他平常他不管是开旅店 不说旅店只是他一个大本营 他主要还是还是帮别人追贷为主啊 就是在谁欠谁钱不给钱 他就追贷的 说把兄弟都叫起来啊 精神精神 一会就把马三得外 马三马松月要来 啊 这兄弟也是 王三伙四 起来 啊 就是去那个 他他 他也叫三哥 但咱们为了区别这两三哥 咱管他就叫尼儿哥 说起来起来 尼儿哥出事了 他妈的 马三三三 马三要来 找尼儿哥了 啊 因为是因为那个 把夹带的指头给打了 看起来 呼呼啦啦 也起来 当时都有个十七个个吧 啊 将近二十人 那马三这边呢 老铁来的呀 啊 可能都不足十个人 八九个吧 因为你店不能说一个不留啊 可能留两个兄弟 给店里面 人家处理了 而且马三 本身 从内往外 就没几个 瞧 瞧得起 这个 哎 所所谓的这个宅力劲 啊 这不就来了吗 隔了也 就因为离的都不远了 啊 二十多分钟 这会儿 网上一折呢 就十一点多了 啊 马三他们车 就到这个 在老娘的这个旅店门口了 啊 也开个大面包子来的啊 正好一车人 马三下车 讲话了 他妈的 叫他家 哎 老娘啊 我那么到了 你下来 老娘一听啊 到了 等一会儿啊 老娘一白手 走 下去看看去 哎 在老娘下来 当时都有小二十人吗 啊 等一下来啊 马三 看对面 有天这么多人啊 马三没合计 因为大晚上的 也没动找人去啊 本身马三人兄弟也不多 但马三 瞅对面 对面 有几个小子 明显的腰间就有东西 那有人说 是马三来的 你看以往咱们说 马三出去打仗 直接奔着去打仗去的 长岗的五连发的也都有 但这一次啊 马三并没让兄弟 拿那些家伙事 啊 他们八九个人去的 可能有三四个拿 拿枪的 哎 就啊 随身接待的 可能短家伙有啊 长岗的啥都没拿 三哥失去的长岗的 相当于孙悟空 失去的金箍棒 差不多啊 三哥往这一站吧 啊 瞅瞅 人家宰老娘一下楼 瞅瞅马三 咋的啊 三啊 啥意思啊 宰老娘可能 比马三啊 啊 可能还小这么一两岁啊 左右 咋的啊 啊 整整整整这些人干啥 啥意思 马三一瞅 你说啥意思啊 啊 老娘子 你说咱们 都去把书脱把脑袋 京城一共就这些人 是不是 那你说家带的 职子 人都提起不家带了 起个孩子 今年刚十九毛岁 你看长得高 就是个孩子 刚从初中不念两年 你说孩子你也打 你丢不丢人呢 你啊 咱老娘也瞅 三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他把我职子给打了 我哪知道 他是家带的职子 我不知道 我打完了 他说了是家带的职子 啊 那你说 那你说我打的打了 我能咋的 刚才我都说了 不好意思了吗 那大不了给点医药费呗 那你说啥子啊 马三一瞅 你别拔瞎 我什么都问孩子了 人小的挺细的 说之前你没打人家 那几个孩子 那还都能撒谎吗 说在胡同里面 人家提了 说我叔是家带 我不行打个电话 你说了打什么电话 家带职子牛逼啊 巴巴的 你给揍了 那不这么回事吗 咱老娘也没写 他笑这么细啊 咱老娘一听 哎呀 这将这没啥意思啊 不是 这打都打了 你啥意思吧 马三 马三讲 啥意思 干你呗啥意思 他啥意思 你都不要脸了 你说你私来罪人 你混一杯的社会 你连孩子都打 你不怕把你的威名 给你整没了 咱老娘一瞅 干我呀 马三 也是你那样的 来你试试啊 哎 人家兄弟都没掏抢的啊 是讲话 干打仗也是你那样的 马三 你跟别人俩 这个那个的行 你跟我俩啊 你试试啊 也是个完命之徒啊 说实话 真真就没把马三放眼里 但马三 瞅瞅对面 啊 三哥虽然是愣 但三哥并不傻 愣只是代表他猛 三哥一瞅 你妈对面他妈的二十来个人 我这 眨眼一瞅 这腰间就得有留七个 七个个拿家回来 马三一瞅 这我硬碰硬干的话 我容易吃亏 而且刚才海南干完仗 马三瞅瞅瞅 干仗咋的干仗 干仗你是那个呀 对面咱老娘讲话呢 咋的马三 你再装个笔 你试试 今天给你撂倒这 你信不信 骑一龙都要掏枪了 马三一摆手 人对面也都要掏了 马三一摆手 老娘 你要是那不一样的啊 今天你人多我人少 咱们的 玩点文明的 你不牛逼吗 你不失手吗 咱俩 咱俩文童 行不行 用东美话说单挑 就这个意思 马三两话 你人这么多 你平均二打一 咱俩单挑 你敢不敢 那听我讲个故事都知道 北京的流氓 实际上是最讲的规矩的 咱们之前讲过 白友航也好 包括严谨也罢 包括杜党他们约架 那时候 那真是很讲规矩 几点就几点 那北京那个电影 老炮演的很真实 而且一般都甩 这个那哥甩点 说干不起 马三讲话 单口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 别伤心无辜 单口你敢不敢 马三讲话 我他妈不批你 那我身体也挺好的 我干不过你 搂死你 这 这 咱老娘一瞅 那兄弟都在后面瞅着呢 而且吧 有些兄弟吧 说实话 他也知道马三挺愣的 不想跟马三夹带硬碰硬 兄弟瞅着 单条好啊 单条省着咋吗 冒风险 跟马三干 马三兄弟也挺狠 啊 啊 有个想法 单条你也不一定是个 马三 我 我 我 你二哥 从今儿 接那头打到那头 马三一瞅 不用说没用的 单条敢不敢 咱老娘瞅着他 来吧 马三 咱老娘也不怕 说来吧 单条就单条 你说咋干 听你的 马三一瞅 送进来 行 马三讲话 瞅瞅 哎 鱼龙啊 你把那刀给我 这秦鱼龙一瞅 这怎么的 把刀给我 后面秦鱼龙把刀一递 啊 秦鱼龙身上有把匕首 给递过去了啊 拿回 马三瞅瞅 啊 三老娘 我这又把刀 啊 咱俩他妈互相扎 啊 讲究文斗跟武斗玩文斗吗 都没往事里也讲过啊 也类似于这玩 啊 哎 你扎我一下 我扎你一下 咱老娘瞅瞅 其实马三咱们讲过文斗 跟别人文斗 马三赢的还记得吧 跟谁呀 跟那三猴子吧 那不就是吗 马三拿个刀吗 那砍刀那是 啊 这他们拿把刀 说来 咱俩互相扎 咱老娘瞅瞅 因为咱老娘 有他的起子 一瞅瞅 你妈马三 马三挺愣似的 而且体格吧 马三皮 这个咱老娘要好 哎 马三 咱老娘瞅瞅 这马三 行 文斗是你说的 对吧 那 我先扎你行吗 让我先扎 啊 那咱就 咱就文斗 马三一听 我让你先扎的 那比样的啊 让你先扎 你先来 马三挖的把刀就扔过去了 这时候啊 咱说了 马三挺有魄啊 咱们昨晚刚讲过 马三在海南打仗的虎鼻鼠 马三直接就这个 来 你妈往这扎 啊 大墨镜给我扎穿的 往心脏上扎 啊 一下扎死我 说你牛逼啊 来来来 你扎 你妈瞧不起你 就那样了 来来来 瞧这扎啊 你千万别朝腿上扎 朝腿上扎 我都瞧不起你啊 来 瞧这扎 这三哥这不就叫上了吗 三哥先能镇住眼睛呗 或者怎么地呗 那咱就不到马三扎想法了 那咱再说载老娘 载老娘瞧瞧马三 载老娘也真不惯的瘾啊 我都惯着你 我擦马三 我擦 我擦 上去给马三就一刀 那有人说了 奔心脏砸的 奔脖子 没有 他也不想扎死马三 扎死马三 你看你扎死个普通人 都不好摆这关子 你何况扎死个大手 对不对 他照马三肚子扎的 啊 不死就一刀 哎呀 他吃的挺大劲 老体啊 那基本上整个都干 干净霸去了 啊 不死的马三一五度 哎呦 真扎 哎 啪的一把 啊 哎呦 擦 哎呦 秦一龙一走 三个三个 给马三扎一裂去 老铁 这玩意可比砍刀狠的 你看砍子 你听说我砍刀砍死几个 这玩意扎不好 直接直接就能把人直接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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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死了 这马三扎一裂去 当时跟手捂着肚子 秦一龙等人就服 这三个 三个 三个 没事吧 啊 三个 哎 哎 这不拔刀还强点 一拔我跟你说 当时人就这股气 马三一五度 哎呦我操你 这时候啊 咱老娘瞅瞅 是你那样的马三啊 我不敢扎你啊 马三五度 哎呦我操你 没事没事没事 有人说什么叫温度 这个马三如果说要趴去了且不来了 那马三这些就输了 第一个回合就输了 马三要是不怕 马三再拿刀炸他 他要也能挺住 下一回合他再炸马三轮边炸 这叫温度啊 不带那个那啥的 不带躲的都 躲的都算你输 三哥捂着豆子吵吵 强人 我班的吧 到我班的吧 该我炸你了吗轮道 你把刀给我 把刀给我 到马三班了 啊 北京流氓最讲究啊 啊那你轮轮到马三了 就像俄罗斯大钻盘似的 拿枪那个当当到我班了 刀给我 到我班 到我炸你了 这老娘手中拿着刀 瞅瞅马三 你妈比这虎逼的 他都容易扎死我一刀 因为马三愣啊 他知道啊 那扎罗西养进的主 他知道啊 新家话 我给他刀 马三家话 给我吧 到我班 快点 给我 给我刀 轮到我炸你来 我给你 我去你嘛 哎呦我操 哎呀 又给马三一刀 知道吗 不但没给马三刀 给马三是刀了 是给他一刀 不是把刀给他了 哎呦我操 直接肩膀头子砸穿了 马三一躲嘛 哎呦我操 你们不讲究你 哎 假话 我操 我怎么扎死你 我马三给你刀 给你刀 哎呀 这一下老体啊 当时 当时这么跟你说 给这个秦一龙 还有马三的兄弟都吓一跳 说不对啊 这不应该啊 这这这么玩的 以后 传出去还咋混社会了 那人的名气一下就完了 要说马三一辈子 马三的这个傲骨 这个劲儿一辈子也没丢 要是马三不带玩来的 人对面玩来的 对面的兄弟都猛了 说 大哥 大哥怎么 大哥怎么把刀没给人家 还扎一刀 可是啥 这不讲究 但是很快人家反过来了 说假话 给你鸡毛刀给你刀 扎死你 紧接扎完第二刀 你把枪掏出来 别刀 别刀 他一掏 齐龙他们也掏枪 但齐龙他们只掏出三把来 引对面八九把枪 别刀 都别刀 那就是齐龙 龙哥的 龙哥一瞅 我再开枪 整不好我这些兄弟全冷着的 人数比的多枪比的多好几倍 咋的 马三 不服气啊 我惯着你啊 我杀死你 稳斗 妈的 都是你 马三 捂着身上的伤 哎呦 我操 再老妞 有人说这批干这事 他连小孩 他都 连小孩 他都打 你说他 他能是人品多 挣的银啊 他不是什么人品 挣的银 首先啊 他连孩子都打 你想想他能多大个手 就他属于赖赖毫毫的 还挺不要命的那伙 明白没 哎 他不讲 马三捂着伤口 上下捂着只出血 哎呦 我操 再老妞 你他妈醒 你那么贪事 你敢扎我 你妈的 再老娘染化 赶紧滚啊 马三 别说你了 马中月了 你就夹带来 我这样扎的 啊 还给你文斗 给你武斗 赶紧滚犊子啊 不滚犊子 腿给你打折的 啊 赶紧滚 秦一龙也是挺憋气 但是没敢叫应 三哥 走吧 上医院吧 再不上医院 怕三 怕马三出血 再出多 再死了呢 对不对 那个伤的不至于死 但是你出血出多了 不就死了吗 走吧三哥 这亏担心吃了 走走走 三哥 马三娘啊 快扶我上医院 快快 快 马三这个人 有点休休休休客了 这不秦一龙上去 赶紧扶着马三啊 等上车 那一路上啊 车上全是血 该说不说 他那肚子那一刀 给马三扎过腔 包括肩膀 马三的肩膀那一刀 那个大扒了 那就是他扎 这两刀 马三这一辈子 说实话 啊 没少爱吃 也就三哥吃这个亏 你个人品不行 你说你玩这玩 三哥五的商 改这个路上 就往医院送 出老血了 兄弟后面 三哥 三哥 马三都浑浑沉沉 那马三讲话 大龙啊 大龙啊 他妈我可能不行了 啊 快给家带打电话 给代哥打电话 给代哥打电话 马三说完话 马三就基本昏迷了 那有人说了 那这边呢 咱先不说这边啊 咱说这边 咱老娘上楼来 转身一进屋 啊 这 兄弟瞅他的眼神 知道啥眼神 不老铁啊 就兄弟 咱老娘的眼神啊 兄弟的眼神 瞅咱老娘都这个 那意思是 怎么我跟这么个大哥呢 啊 多多少少 有点佩服马三的 明白没 这江湖人就这样 哎 但不敢置信啊 说大哥 这这把马三扎了 这整不好 这家带一点来 咋整啊 这是 来来吧 能接不咋的 来 没接不咋 怕他呀 还东城大哥 哎 这个大哥的 家带给肚子来 能咋的 那啥 那个 这两天吧 这这这这这两天 我我回趟老家啊 这笔老家不是本事的啊 小时候可能是河北的 说这两天回趟老家啊 买卖那啥 那个啊 二伙牙子 你们几个照照照照点买卖啊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我我我我我回老家去一趟啊 我想起来 我老过山啊 我得回去 不是 那个 你要走了 万一那个家带他们来报仇了 哎呀 来报仇 家带是他妈正经流氓 人家 我没在家能难为你们吗 等他来给我打电话 啊 我先走 啊 手手的东西 这笔他也知道 说家带也是个正经正人君子啊 说完那句话 感觉有点说不对的 说家带 这这这这这 啊 能咋的家带呀 家带 来来来的再说来的 啊 我先走了 啊 等来的给我打电话 不能难为你们 走了 这有事 这笔跑了 啊 跑哪 跑河北去了 连夜就跑了 啊 撒笔玩 这人啊 咱说马三里面 马三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啊 这边 人家秦龙他娘 快救人呐 医生 快快快快快快 啊 这大夫赶紧就推到啊 讲话血库又输血又干啥 咱就不说了 那咱说怎样 那咱说御龙大哥 晚上几点了 晚上这个人都已经几乎十二点了 你看十一点半被炸了啊 晚上午夜十二点 哎 哎 家带在深圳都睡觉了 啊 家带的电话就响了 啊 哎呀 谁啊 大龙 喂 啊 大龙啊 咋的呢 大哥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哇 天天出事出事出啥事了 哟啊 啊 那个三哥出事了 啊 马三爷给炸了 马三爷给炸了 谁炸的 因为啥呀 人怎么样 那家带跟马三爷关心好啊 那当时就激动了 怎么样人呢 人 这是好像生命没啥大事 但是啊 出老多血了 被炸两刀 怎么回事 你别慌 你细细给我讲 三哥 这事吧 家带一听了 你这他马三爷跟愣逼 这点 跟他人品不行 那玩文道 那能行吗 那是那样的吗 那人没事 手术室呢 行了 今晚这么地 这都半夜了 我早晨 我凌晨 我坐早班飞机回去 啊 然后有啥事 这个及时给我打电话 啊 行 那带哥 那那等你啊 电话八灯一六 啊 家带当时心情极极复杂 为啥是我的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叫载利君的 这个载三 载老娘 敢 敢扎马三 他本身实力不行 但是他的把兄弟 他二哥啊 九仙桥走庆 牛逼 走庆 就北京的大哥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咱们北京粉丝 可能都知道啊 走庆 有点接近于谁呢 杨坤啊 就是他最后走庆出事 也是因为啥 因为诈骗 走庆 房地产开发商 然后啥满子都整 炒腿皮 这笔就最后 也是因为诈骗 他诈骗啥呢 他诈骗这个银行贷款 老铁明明明 哎 就整个什么资质 就跟那个 沈阳的 谁似的啊 有点像那个荷兰村羊笔玩的套路 带一走庆战舍会 之前大家也讲过 走庆贷款啊 有钱 这笔最有钱 北京有钱流氓的 杜打跟他都比不了 就这个钱上 这笔贷款一贷都是 几个亿 十几个亿那么贷 最后他不解释 因为这个巨额诈骗贷款 就出事了 走庆有钱 哎 他跟走庆是磕头的 所以说走庆的人脉关系非常广 这笔敢干嘛 三主要就是因为走庆的关系 而且他知道走庆 跟家贷不好 这都是原因之一 当然了 家贷也知道 事件啊 咱说马三 还行 大难不死 马三被抢救过来了 给马三的肠子都扎舌了 老鸟 差点没死了 第二天早上呢 凌晨的曙光 刚刚照进马三的这个窗前 这时候啊 坐第一班早班飞机的家贷 准时降落到北京的机场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家贷带谁回来的 家贷带着左蒜跟江林 两个大哥回来的 马三是刚睁眼 一看见谁的 秦一龙了 家贷呀 左蒜都围着一帮 家贷讲话呢 三哥 没事吧 不要紧吧 把这儿躺着床上 哎呦咋 家贷呀 哎呦咋死不了 不是 你这 你这这么不小心的 啊 你怎么能吃这么大个亏呢 行了 你甭管了 啊 我找他 妈的 你们谁别参与这事啊 这里面说的很多 关系很复杂啊 你们不知道咋个事 家贷拿着电话 叭叭叭叭叭 就打给杜城了 哎 在医院走廊里面就打给杜城了啊 早上这上午十点都让杜城也刚刚起来 啊 还有吴双宝宝哥质哥啊 你包括大连的徐老五啊 文烈 都在这哥家 都没走啊 老五讲话呢 快点吃吃一口玩打发架 早餐 吃早餐 诚哥的电话就响了 啊 哎 哎呀 呆哥 这么早打电话啊 啊 呆哥 诚哥 那个 你在北京呢 我在北京呢 我在这哥家呢 你回北京了 啊 我回北京了 那个 你在北京的话 我找你有点事 我上志哥家找你 啊 来吧 啊 这咋的来 这长得这么严肃 啊 见面再说吧 啊 电话八等意料 不废话 家在只带了当时谁啊 只带了当时这个秦玉龙 说那个玉龙啊 走你跟我出去 将铃左串 因为将铃脾气不好 家在都没带 只带了个秦玉龙 啊 说 玉龙啊 你开车跟我走 因为秦玉龙开的车嘛 啊 他们坐飞机会 说你开车跟我走 你们给医院留陪马仨 下楼了 秦玉龙带的当时人说了 家在就往这块岗 很快来到志哥家了 啊 这时候杜城他们都打 摆着麻将桌的 正抠麻将了 杜城一抬头 嘿嘿 带哥 这早点 到北京就想我了 瞅家在的情绪不对 啊 带哥不乐了 啊 说那个 陈哥 麻将心别打了 我跟你说点正事 快吵 整个挺严肃 啊 早点了 带哥 说吧 带哥 马三出事的 昨天晚上 烟也给炸了 炸两刀 啊 因为马三平常帮杜城 也没找打仗 北京有事 跟杜城关系都不错 把马三找了 谁找的啊 他奶奶的 咱找他 杜城跟宝哥一气 说他这什么逼人的 这这也是要会 啊 这就别提了 但是 为啥没找他 那个 宝哥讲话了 抓他 揍他呀 腿给他打折的 老爷子靠下来 宝哥你不知道咋个事 诚哥 啊 我估计这里面有点事 这个按理说吧 这个 杜力就是他不敢干我侄子 我听说明知道啊 我侄子之后才打折我侄子 还让我侄子跪下来 这里面有些说的 啥说的 他有个把兄弟 啊 他们拜把的 一共好几个人 他排行老五 他那个把兄弟的二哥是谁 那是九仙桥的走庆 谁 走庆是他二哥呀 对 对 走庆是他二哥 这回就全民态了 啊 走庆跟杜城 源于啥 也源于给酒吧干仗人 是的 但走庆会呀 这比有钱的 会金主土啊 也是 他把杜城 维护的非常好 啊 所以这是关机网 老铁多复杂呀 啊 那你说你干他 相当于干走庆 走庆跟杜城还好 所以 人家带办事 非常 非常圆滑 不惹 不得的人啊 生活总有这样的人 你看 他肯定是 借着这个走庆的这个劲儿啊 走庆跟我有点不乐 可你也知道咋个事儿啊 细事我就不说的 因为我一个兄弟 当时他兄弟耍钱 给我那个 说走庆 杜城一瞅 走庆 我也打电话 走庆 家带没好意思啊 走庆 杜城电话 我也走庆打电话 你甭管了 怎么这也不行 他干嘛三 那谁远 谁近 还不到吗 杜城把电话 就打给走庆 走庆这公司都不知道啊 都不到 出这些事儿 走庆啊 电话响 庆子 哎 嗯 有公司改公司的啊 哎 你好 美威 走庆啊 我 杜城 哎呀 哈哈哈哈 诚哥啊 哎呀 诚哥 想起我这两天诚哥啊 有事儿啊 诚哥 走庆啊 你是不是有个把兄弟儿 叫什么 宰老娘的 是你身体把兄弟儿不 宰老娘是啊 我拜把子了 我 那就对了 你这么的 那个我找你有事儿 你上那个大志志哥家来 你来一趟 啊 你过来 不是 老五咋的 哎呀 你去过来 见面说 见面说 来来来来 你来 你来 啊 快点的啊 啊 那行 啊 我过去乘哥 走庆还不知道咋回事儿 离得也不算太远啊 走庆当时也没问老五 哎 说那就先到处程了 就看看咋回事儿吧 走庆开车这不就来了吗 等走庆来了 一进屋 一进门看见家带 就像我说 表面暗地里面较着劲儿 表面还挺客气 哎呀 啊 那个家带在这呢 家带也瞅 啊 走庆 成哥 志哥 哎 宝哥 别人他不认识啊 徐老五他都不认识 啊 都成人家的笑脸 走庆啊 那你们 叫宰 宰的就是什么 宰老娘是你 是你磕头的 啊 对呀 我磕头的最好的兄弟了 咋的了啊 成哥 惹你了 不是惹我了 我告诉你啊 惹代哥了 代哥的兄弟马三 让他给扎了两刀 知道不这事儿 我不知道啊 他妈老五没跟我说呀 咋个事儿啊 代哥 都唱讲话了 我跟你说吧 不是 有这事儿啊 但老铁 他自己的把兄弟杀人品 他能不知道吗 啊 他一合计 老五能干出这事儿的 有这事儿啊 成哥 啊 贼族 我跟你这么说啊 这小子 我今天找你来啥意思啊 走庆 这事儿你别管了 啊 这事儿大了 我跟你说啊 这小子必须得干他 啊 我来告你啥意思 我来告你 人家代也没直接找他 就怕咱俩之间的关系 挺微妙 人家代有深深 没找他啊 但我跟你说 肯定家代得干他 我今天找你来啥意思 你别管他了 听明白没 不是 成哥 我最好的哥们 老五都没跟我说这事儿 如果属实的话 成哥 我带老五道歉先 然后我找那个老五 啊 我不行 这个让老五给道歉就完了 咱赔钱呗 多拿点钱也行啊 那这个 我最好的哥们 杜成讲话 你别他妈废话 好不好 哥们 这啥人品呢 啊 再说我告诉你啊 我杜成说话了 你跟大好 跟我好 跟我好 别管这事儿 要不然帮你珍喜 走心也知道杜成那皮 这时候杜成一瞅 说你别管了啊 要因家代为难 大哥 你去办事儿去吧 该咋办咋办 家代一瞅 那行了 那我走了啊 成哥 家代就准备要拨仇去了嘛 家代转身就走了 走心 洗身 小成讲话你别走 你留意吃饭 小成讲话能让你走吧 你你你走你干啥呀你啊 你留下 啊 杜成就没让走心走 把走心给留下来了 那老体啊 杜成不能把走心永远留下 这事我跟你说啊 正经挺复杂 差点没把杜成干死 就因为这个事儿老体啊